这些连线来更新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下午接连三场接见外国访兵 而其中接见是罗马尼亚的议员 还对这些外宾比了一个爱心 最新的状况如何 我们时间连线记者带你们自己 好 主播观众 立法院长韩国瑜今天下午 接见罗马尼亚的议员时 因为对方在被介绍的时候都比了爱心 所以等到韩国瑜自己起身的时候呢 也向对方比了爱心 来看现场最新状况 韩国瑜是特别跟罗马尼亚的议员们 推荐了台湾的美食 至于说他在稍早的时候 也接见了欧洲在台商务协会的理事长 因为拍照的时候 对方的姿势有点卡卡的 因此韩国瑜在比赞的时候 也配合对方把赞是比的低了一点 韩国瑜今天下午 一共有三场的接见行程 看来还是持续在拼国会外交 以上掌握最新主播 另外来关心行政院长陈静仁任任内最后一次市政总咨询结束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也罕见邀请立法院长韩国瑜一起来拍摄了大合照 韩国瑜当时还很惊讶反问我可以吗 当然是议员到黄近平分析 民进党是意识到在新国会的运作上头不能够得罪韩院长 所以才会改采比较友善比较礼貌的方式 想要讨好韩院长 不过对照民党立委过去抹黑韩国瑜的态度 只能说他们演技转换实在是非常到位 因为韩国瑜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他不得不然维持国会议长中立的一种性质 那场面化在现场 韩国瑜当然会很客气的问说 我可以吗 这是一种很礼貌的这个问法 民进党知道在新国会的运作方面 对韩国瑜得罪不起 对他得罪不起 所以你不能让韩国瑜带着有剑 有铃 有脚 那种对你有采取那种武装对待敌视的态度 所以某种程度也是示好吧 可以 你也可以说是示好 所以韩国瑜 当韩国瑜说我可以吗 那韩国瑜就很客气 就好像很礼貌性的问 那当然庄瑞雄 老柯 他一定要抱着很礼貌的这个方式 当然可以啊 没问题啦 破例啦 我就想说破什么例 破了民进党的例 民进党曾经说不跟那个男人同框 在那个场面你也不想想看 国会的殿堂坐在主席台 那是谁 经常在那个位置上 就是韩国瑜 那是他的地盘 所以当然不看身面也要看佛面 你起码要看这一间寺庙 国会殿堂是谁坐在那边 那当然所以对韩国瑜做出这样一个动作 我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他们就算破例跟那个男人同框 目的也是为了松懈韩国瑜 对他们那种 如果说将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意识冲突 或者是一些不和的 尤其你看他们最近还在争吵 争吵那个什么 执行权被没收 他们当然希望韩国瑜要占下 他们真的是淋漓尽致的戴上面具 这个是演技到位 他们对韩国瑜这个友善 也防着韩国瑜在收拢人心 同时也想要收拢韩国瑜的心 但是没那么容易 我劝劝他们还是打消这个念头